現在Focus有傅貝加 再踏演唱舞台一曲 為何會有重新起步的勇氣 他還會說說自己對歌唱事業的期望 歡迎收看星期一晚的102觀星總部 我是Pinky 羅佩琪 當然還有三位型英靈的CEO 那麼看看我們 Hello 大家好 我是Brian 陳阿南 我們看看大家 我們節目頭半小時 是和Now 100台同步直播的 還有我Hailey 陳怡希 看看大家 大家都知道最近天氣開始轉秋季 小心凍傷肚子肚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周適 今天頭髮非常尖 是僅似布蘭牌第二的帥哥 說回一些正經的事 其實除了看我們觀星頭 或者報紙雜誌之外 電台也是一個其中 好好收取渠道資訊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EGA Focus 這集的嘉賓 我們請來我身邊的 副配家Maggie 是的 Maggie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 沒有在電視機前面 見香港的觀眾 我知道你接下來 也會在八月尾開一個音樂會 不如也和觀眾說一下 這個音樂會是怎樣的 其實就是在之前我做的 之前我做過《Women》的表演 其實那個表演之前 我已經計劃了 今年會再出一支音樂錄 其實我再出這支音樂錄 就是想在這支音樂錄 之前應該有多一點現場的表演 所以在八月尾 剛好就有一些計劃 就在不同的場地 去做一支現場表演 然後就當作一個宣傳給你的音樂錄 是的 你剛剛也提到 就是《Women》的表演 就是在二月的時候 進行了 那個表演也可以說 是大鑊好評 因為無論是你 或是Shine 也好 即是再出來唱 大家都說 很掛念你們的聲音 非常想再聽到你們唱直播 其實這件事會否令你更想 辦這支音樂會 其實《Women》的表演很坦白說 真的沒有任何期望 純粹我第一 我自己很感受 Y幫我寫了一支歌 而且《Women》的表演 我是抱著一個感恩的心態去做 結果她的反應好 我覺得是加速了我這件事 但是我也覺得挺開心的 因為觀眾真的沒有忘記 可能會在香港做歌手 突然間又去了台灣 其實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我自己在香港做歌手的經歷 那個循環是這樣的 每次出一支唱片 然後就做宣傳 然後可能隔一年 下一年才再出 其實我覺得我的名字 沒有太追蹤樂壇的行程 所以基本上我 那段時間 出到最後那支唱片的時候 我覺得就開始乾燥了 靈感各方面 覺得自己好像沒有什麼方向 那一陣子就經常去台灣 去台灣去一下 而且也…你知道吧 已經接近三十歲了 就是時候都要… 已經想好了 對 我覺得其實是給自己一個休息 在這個休息當中 我就… 我就想到很多事情 我就覺得 我是否應該給自己一段時間 去沉澱一下 去想想自己究竟這條路 應該怎樣走 然後你來了 在裡面 是 這樣 是 我